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和珅的故事 今天呢咱们讲一个和珅的外号 二皇帝 啥意思啊 就说这和珅呢权力大 乾隆那是皇帝 和珅呢就是这二号的皇帝 这和珅怎么有了这么个外号呢 这要从和珅呢受到的一次挫折 将起 这是乾隆新丑下 萨尔回民叛 新丑年啊这是乾隆四十六年 这一年呢 甘肃发生了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 于是呢乾隆命阿文成功前往征讨 阿文成功是谁啊 咱们前面讲过很多回了 就是阿贵 但是呢这阿贵现在有事 是忠谋绝口功 正在河南啊 视察河宫 河南这黄河河堤绝口了 阿贵呢在那监督修河堤 你看这乾隆啊 对阿贵实在是太信任了 南征伪战打仗 让阿贵捅兵 哪呢大臣有案子了 去查案也让阿贵做钦差 现在呢修河堤还是派阿贵 那这修河堤阿贵走不开 怎么办呢 乾隆呢命河相往射其转 就是河深呢 你先去 你到前线呢 先稳住阵脚 哎 这不要急于进攻 就等着 等阿贵把这河南的事忙完 过去再把你替换回京 这河深呢咱们讲了 那是火箭干部 飞速的提拔 这提拔的太快了呀 河深也有点飘 还觉得这打仗嘛 是吧 这冲锋陷阵 那我是不行 那运筹帷幄总可以吧 这是安排个将领 我在大后方指挥 知道我还不行吗 哎 这这离了阿贵 咱打清朝还不打仗了 哎 这回啊就闲闲我的能耐 咱们争取啊 在阿贵来之前 我就给你把这战事结束 于是呢 河深刻期进尸 足为所败 哎 最后打了败仗 打败仗之后 所调至将帅 拒不为所用 这些将官们呢 也看明白了 这就新来这河大人呢 皇上喜欢是喜欢 可是呢 他不会打仗 他在这下指挥 这样我们不能听他的 你听他的 听他的命没了 但打仗那是玩命啊 所以呢 和美发一议 众者举之 这河深 每发一道将领 说咱们往那边进攻 他地下人各种反对 往这进攻风险太大 这个有什么什么不利于我军 等等等等 反正呢 就是不动地方 这河深呢 也没办法 就这样耗了一阵 哎 阿贵来了 河深听说 阿贵赶到 赶紧出寨迎接 然后呢 阿贵就问他 说听说啊 最近这战事进展的不顺利 这是什么情况啊 哎 河深呢 一脸苦笑 说将帅皆傲慢 不为无用 共请示志 这将帅们不听话 他不听我的 这不听指挥 咱能打胜仗吗 哎 这 您哪 要不您 您试试吧 阿贵也奇怪 说这军令如山呢 敢不遵将令 咱不是有上方宝剑吗 然则斩耳 哎 谁不听 咱就给谁斩手 于是呢 河深又问他 赴问进兵状 哎 咱们后面打算如何部署 怎么进攻啊 阿贵是笑而不达 哎 明天呢 咱们升作大仗 到时候 你就明白了 等到第二天 阿贵升仗 哎 这个 状况啊 非常的威武 就让河深呢 坐在自己旁边 然后阿贵开始排兵物阵 这传令官啊 开始喊 没喊到一员将官 哎 那边 美护一将入 这将官啊 在外面 高声答应 然后快步走进来 听阿贵部署完之后 高声达到 得令 然后拿着令箭 兴冲冲 走出去了 然后呢 这一个一个将官 这么领命而去 和珅在这 越看越气 慎会愤 啊 和着你们 你们是知道 怎么遵守军令啊 就是不听我的 是不是 哎 故意在这玩我 眼见着呢 哎 慢慢这阿贵啊 把这工作都部署完毕了 这打仗众人散去 然后阿贵呢 就跟和珅说 诸将出不见其慢 上方剑不知诸谁之头也 啊 这本来我 你看我这上方剑都准备好了 也没见谁傲慢 那咱这上方剑 要砍谁的头呢 和珅一看 这就是什么情况 你这是要砍我是怎么着 吓得呀 战力无人色 这脸呀 都没了血色了 就这样呢 也没多久 阿贵当然也没有真杀他 就让他回京复命去了 经过了这次挫折 和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和珅反思什么呢 就是这些人呢 他为什么听阿贵的不听我的呢 因为他们是阿贵的自己人 对不对 所以呀 要想真正的掌握权力 光皇上喜欢 封我个大官 这不顶用 得培养自己的势力 由自己的党语 于是呢 说干就干 和珅呢 这不是军机首府吗 管着军机处 先把军机处 变成自己人 这军机处啊 的所有军机张经 张经呢 大概就是这个军机处的办事员 这些张经们啊 其挑补 具有军机大臣自取 并不带领引荐 原来选谁做军机张经 你得引荐给皇帝 让皇上看看 皇上选 觉得同意 这人做张经 和珅呢 规定 说挑个军机张经 咱还要麻烦皇上 这 这不把皇上累坏了吗 以后这些啊 军机大臣 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那和珅呢 是军机首府 其实 就是他决定 再之后呢 谁不是自己人呢 他就是这帮 玉石阎官 你看咱们前几集 讲这敢于跟和珅对抗的人 全是玉石阎官 和珅讨厌这帮人 啊这个搞监察的 太可恨了 那怎么办呢 你也不能取消这个官职啊 所以呢 每次这监察校 这些玉石们 一旦岗位出了空缺了 填补 找谁填补呢 和珅呢 搞了个职场签规则 一定要选的那些年龄 在六十岁以上的 啊 这六十岁以上啊 在咱们今天 这年纪不算大 啊 你别看这六十退休了 你到公园去看看 那陈恋的 哇 那大爷们 光光撞树 是吧 把脚 往这单杠上一勾 呼呼呼转 跟风火轮似的 这身体啊 比小伙子结实多了 那时候不行 那时候啊 这医疗条件差 人寿命短 到了六十啊 这算年纪挺大的了 而且呢 不光是年纪要大 另外呢 要选平庸之缘 这个人呢 要这个 干事创业的激情 等于零 选这样的 这 那种佛系的 躺平式干部 咱就选选这种 基本上呢 你给他安排一工作 大仙妈半小时接 再开始干 就照这标准选 你想吧 这警察线全出示着 这样的人 自然不会有人 再找和珅的麻烦了 然后呢 要培植自己的党羽 你看啊 你看看人家阿贵 那自己人哪来的 阿贵 领兵南征北战 这些人呢 跟着阿贵出生入死 感情深厚 变成阿贵的自己人了 和珅那怎么结交呢 也有办法 买官卖官 你给我行贿 我呢 给你提拔 给你官做 这些人呢 以后这官啊 他不是皇上封的 那是从我和珅这买的 这些人 就是我和珅的 自己人了 所以呢 和向每日入属 每天上班 往工作单位走 这路两旁啊 士大夫之 善奔走者 解力四道左 唯恐后期 那些善于钻营的人啊 早就在路两旁 排着长队等候了 一看何大人来了 呼啦啦 全都粗庸上去 各种松礼 反正各种潜规则吧 然后和珅呢 也是同手无欺 反正你钱给到位 咱呢 官职也保准到位 所以呢 这条路啊 当地人就给起了一个外号 说这条胡同就叫 骨子胡同 啥意思啊 这骨子啊 明朝清朝的官服 这官服前胸 后背 中间啊 都有这么个方块 里边呢 画着各种动物 表示着不同官员的级别 这文官画的都是飞秦 武将画的都是走兽 比如说 一品大学士 这画的是仙鹤 你听着 在鸟泪里边 这是比较厉害的 这八品的县城 这官小 这画的是安纯 哎 就这么个意思 和珅呢 在这买官卖官 就是卖补子 哎 所以管这叫补子胡同 经过何大人啊 这长期不屑的卖官 终于呢 是全清一时 在京城 各个部院的群僚 在外地 各省的都府提振 其不由和门者或寡谊 基本上全都是何大人安排的 哎 你看 这有自己的队伍了 所以呢 这慢慢的和珅就有了这么个 二皇帝的称号 哎 说乾隆那是皇帝 和珅呢 就是二号的皇帝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看看和珅的这权力 那真跟皇帝差不多 你比如说啊 皇上 要批阅奏折吧 哎 和珅呢 也批阅 和珅规定 凡有奏折 另据副本官会军机处 你给皇上啊 写什么奏折 要一室两份 一份给皇上 一份给军机处 就是给和珅 哎 有时候啊 这和珅看到奏折 比皇上还早 所以你看 还有大臣敢弹和和珅吧 你弹和和珅这奏章啊 先到和珅手里 再有呢 所有的官员 包括外国的使臣 你要朝见皇帝 给皇帝尽献礼品 先要过和珅这一关 先经过和大人审和通过 那当然他要从中余力了 后来这个嘉庆皇帝啊 就说过 和珅揽权纳会 凡是遇到外省的都府 要给父皇乘进物件 这准地与否 都要先向和珅关拜 然后呢 这些都府们所进的贡物 父皇啊 也不过是收那么一两件 其余的呢 和珅可没还回去 全入了他的私宅 再有 这个英国 马格尼使团不是拜访大清吗 这后边咱们马上就要讲到 哎 这英国使臣啊 就记载了 说当时皇上 乾隆走的那条路 叫玉道 这玉道啊 只允许两个人走 一个是乾隆 一个就是和珅 剩下的人 只能走玉道旁边的 另一条小路 再有咱们再讲个故事 这梁广总督孙世义 这名字大伙听着耳熟吗 咱们讲这安南之战的时候 提到过他 这孙世义啊 要给乾隆 进献个宝贝 是一个大珍珠 做的鼻烟壶 鼻烟壶是啥呢 这清朝系里经常有这个 这鼻烟啊 是一种烟草 还点着了纹 这个呢 在当时啊 很流行 鼻烟壶呢 就装这个鼻烟的容器 这慢慢的呢 这个鼻烟壶越做越精致 成了一件艺术品了 不光有实用价值 还有观赏价值 甚至有收藏价值 所以呢 很多东西越做越精巧 就比如说 孙世义要进献的 这个珍珠鼻烟壶 他呢 在公恩爱等着 等着等着 哎 碰见和珅 和珅就问他 供所吃何物 哎 孙大人 您这小心翼翼 这是拿着什么宝贝啊 孙世义回答 以鼻烟壶 和珅呢 说哎 那我来看看吧 瞻仰瞻仰 哎 拿过来打弯一番 哎呀 这真是好东西啊 嗯 以此相会可乎 哎 孙大人 把这个送给我怎么样啊 哎呀 这一下 孙世义吓坏了 这何大人要 但哪敢不给呀 可是呢 昨日以奏文以 稍选 祭荡进城 奈何 这昨天呀 我已经跟皇上汇报了 说呢 要把这珍珠鼻烟壶尽献给皇上 这这这这时候 我就在这等着呢 太监一会儿招我进宫 我就送礼 献礼物去了 这这这没办法给您 哎 和珅呢 笑了 相惜而 共和小如是 跟你开玩笑的啊 看你小气这样子 哎 这事就过去了 过了没几天 这和珅跟孙世义啊 又遇见了 和珅就说 作义得一珠虎 我昨天呀 也得着一个珍珠鼻烟壶 哎 我拿出来给你看看 不知是公所进奉者若和 看看跟你那个 哪个好哪个坏 啊 于是呢 和珅把这鼻烟壶拿出来 孙世义一看呢 跟自己进献皇帝那个 呃 不能说差不多少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这不就是我送皇帝那个吗 啊 这孙世义明白了 这和大人呢 跟皇上 那关系就是好 是吧 和大人喜欢这个 跟皇上一说 哎 皇上就把这个赐给和珅了 可是呢 后来一查 不是那么回事 皇上赐给臣子任何的东西 那是有记录的 结果一查记录 没这么回事 啊 孙世义这才明白 这和珅出入禁庭 欲所喜之物 竟邪之已出 不负观白眼 这和珅呢 天天在皇宫里边逛 那就跟到自个家一样 遇见喜欢的东西 拿着就走 根本不用跟乾隆打招呼 哎 所以你这个 进献给皇上 就跟给和珅差不多 再有 这随着乾隆啊 身体越来越差 慢慢只让和珅伺候 让和珅呢 似高宗喜怒 别人也见不着皇上 哎 皇上今天是高兴 是不高兴 说了啥 反正都听和珅的 大伙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连皇上的诸位皇子 都忌惮和珅 所以呢 这史书上记载啊 和珅经常是 从皇宫里边出来 手呢 旋转着这个踢牙杖 这就是高级的牙签吧 边走 边在那儿 小声的嘀咕 今天啊 皇上震怒 啊 不高兴 都叫这帮阿哥们 气着了 这个 这个某某阿哥 仗则几时 那个 也仗则几时 啊 打皇上儿子 跟他打他自己儿子差不多 所以呢 你说这和珅 这二皇帝这外号 是挺贴切吧 尤其是呢 那个时候啊 这乾隆 身体状况很差 精力不济 他也不管事啊 事事都让和珅管 所以呢 这和珅这二皇帝啊 跟皇帝也差不多少了 那这么说呢 大伙应该也想到了 和珅能做到这个地步 这跟乾隆的身体状况 经历不济 那是有很大关系的 哎 那晚年的乾隆 身体到底差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下回 接着说